雖然挪威好像很好 但它也不是完美無缺 為何這麼多人對這裡趨之若武 其實是因為這個地方 很重視人權和平等 這部大部分的事情 政治上或工作上大部分都會聽 他們很喜歡開會 所以很多時候 工作上有工會幫你 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聊 你的工作環境、工資、工時 所有事情都可以聊 甚至社會上很多事情都喜歡 很喜歡歸納大家的意見 你可以說他們的決定要花很多時間 但他們會想很多事情 有很多計劃 都會重視你的意見 無論你是一個新加入的員工 或是一個很年輕的員工 他們都會很尊重你的意見 大家都覺得你的意見是同等的價值 去看你 在這裡 即使你是打工 你也可以有自由意志 更加不用把24小時奉獻給公司 阿淳在挪威國家美術館 做文物修復 沒有明文規定上班和下班的時間 每星期翻到37.5小時就可以 平均一天翻到7.5小時而已 由於美術館要搬新館 所以他現在每天都在這個倉庫 整理館廠 我可以先進入資料庫 通常都是要看究竟這件事是甚麼 還有可能有些舊的記錄 可能也會有用 例如看他以前有沒有清潔過 或是有沒有用過甚麼不同的物料 去做修復 例如研究竟有甚麼大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做石膏醬的時候 他們真的比較脆弱 可能真的會失去角或花了 有塵的時候 他們會慢慢放在表面上 就會吃進去的那層 很深,整個顏色就會失去 通常清潔和修飾一件藝術品 要做多久 這個的話其實一、兩小時就可以了 這個是相對地簡單 這個就這樣簡單清潔嗎 對,這個是相對地簡單 阿淳和阿喬已經定居在這裡 建立了一間新的家庭 但原來他們的移民之路 沒有特別計劃過 而且我們沒有故意移民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沒有說要樂業歸根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一個很中國人或華人的概念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 只是去一個地方讀書、工作 然後順理成章 在一個地方找到工作 你就搬去一個工作地點 我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是Utopia 沒有一個地方是遠眉 我覺得不一定要找一個完美的地方去住 最重要是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去住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